普京冲申和平 但美国都婴麻了 又怎么会愿意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呢 除非让美国疏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普京真想谈和平 只有让美国从婴麻了变成疏惨了 欧冲突持续了快一年半时间了 前两天在俄非峰会上 普京再次重申 愿意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不过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光是俄罗斯愿意和平解决没有用 关键还要看美国是怎么想的 美国会愿意和平解决吗 很明显是不愿意的 虽然美国嘴上天天都挂着和平两个字 但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世界最不和平的就是美国了 在欧乌冲突中 美国婴麻了 连国内的媒体政客都说 只有一点钱和武器就让俄罗斯一直陷在战争 泥潭当中 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欧乌冲突还改变了美欧之间的关系 在冲突爆发之前 欧洲一直想要摆脱美国控制 实现自主 以德国和法国为首 还试图将俄罗斯纳入欧洲的大家庭 最关键的是 他们还有成功的希望 北约当时几乎名存实亡 马克龙甚至敢放话说 北约已经脑死亡了 冲突爆发之后 欧洲国家的态度 大家也都看到了 几乎是180度大逆转 从以前的杨凤英伟到现在的马首是瞻 军费也增加了 扩军也开始了 拿波兰为例 前几天 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说 要将现役军人人数从17.2万 扩充到30万 这差不多都快翻一番了 军费也是 波兰计划增加到GDP的4% 要知道 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要求也才2% 之前还根本没肯定 现在不用说 一个个都很自觉 增加的军费到哪去了 当然是美国的手里 毕竟欧洲现在能造得出来的武器装备 已经没有多少了 大头还是美国军工企业的 最关键的是 美国的军火还都会搞些后门 方便自己的暗中操作 这时钱又赚到了 控制力又有了 另外 美国还打开了欧洲能源市场 收割了欧洲产业的资本 缓解了国内经济危机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又怎么会愿意 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呢 除非让美国从赢麻了变成疏惨了 前面 我们说美国从欧乌冲突中赚到了很多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美国自然也付出了另外一些东西 首先是美国的信用垮了 为了制裁俄罗斯 美国不惜开历史先河 没收他国私人财产 这导致世界各国人人自危 对美元的信用开始产生怀疑 全球去美元化浪潮 一天比一天高 到了今天 已经至少有一把二十一个国家 开始推进去美元化进程 抛售美国国债 用黄金替代资产 然后 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失衡 对美国来说 俄罗斯只是方便他控制欧洲的棋子 中国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但是 只要欧乌冲突持续一天 美国就不可能全力对付中国 而一个分心两用的美国 明显是压制不住中国的 偏偏中国的发展速度又快 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 美国的迎面就越低 当然了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美国还是赚大于亏的 至少美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 白宫才会坚持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 换句话说 等美国真的疏惨了 自然就会让俄乌和平下来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